-我要去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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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久不見了-看著窗外的景色就知道小記者又要飛出國旅行了-這次我們要去哪裡呢-依然是韓國-而且呢剛好這次所安排的景點幾乎都是韓劇的拍攝地唷- 所以我們就稱這次為追星之旅吧-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去享受美食-看看那些美麗的拍攝場景吧-Let's go-第一站來到聖水洞就先帶大家來品嘗美食啦-第一站來到聖水洞就先帶大家來品嘗美食啦- 看到剛剛那一鍋滿滿的排骨有沒有覺得口水直流啊-嗨我們現在來的是傳聞中的排骨湯-然後這個排骨通通通的-滿辣的-可是很軟嫩很好吃喔-看看這煮得很軟嫩的排骨-來到聖水洞怎麼可以不嘗試一下呢- 吃完那一鍋美味的排骨後-先別直接離開喔-還有一道料理-就是可以乘阿朱馬-拿碗白飯-幫我們用鍋底-加些海苔-麻油-炒出香噴噴的炒飯喔- -那麼吃飽喝足後我們就去逛逛聖水洞吧-那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鬼怪的拍攝場景的其中一個地方囉-聖水洞咖啡街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咖啡店以及壁畫-想偽裝成文青的話-不妨來這裡找間咖啡店坐坐-在附近拍拍照喔- - 三清洞這一帶常常是韓劇的拍攝景點喔-從安國站1號出口出來後-這條石牆路開始-沿途有許多的拍攝場景-而且這條路能通往三清洞大街-也能往北春寒烏村喔-那麼-在逛街以前-我們就先去填飽肚子吧- -歡迎來到三清洞的吃修前走喔-有名的年糕鍋喔- -烏龍客都會推薦的喔-那基本上就是一人一鍋-然後兩個人以上開鍋-然後可以兩種口味混在一起特別好吃喔- -這一鍋呢-是兩份的海鮮鍋跟兩份的起司鍋中和在一起的喔-裡面有滿滿的海鮮跟起司還有烏龍麵-吃完就可以繼續逛街去囉-謝謝謝謝-那這邊呢-就是幼舞海鷹跟鬼怪拍攝的場景喔-還有很多韓劇也有來這邊拍呢-看到這兩棵櫻花樹有沒有覺得很眼熟啊- -就可以來到這間很常出現在韓劇中的咖啡魔方喔-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的地方已在安國站附近-是位在警服宮站2號出口不遠處的通人市場- -可以去換這個來滿滿滿意中心換這個錢幣喔-很有紀念性-然後6月底前還有送這個喔-很可愛吧-有手有腳的甜甜圈-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去吃吃喝喝吧- 來到通人市場-找到位於市場中央的book滿意中心-上二樓就可以用五千元換到十個通錢-然後他們還會發給你一個飯盒喔-來到市場只要看到-有通這個牌子的地方- 店家-都可以用銅錢跟他們兌換食物喔-就算銅錢不夠了-現金也是可以的喔-用錢就可以買了喔- -我們現在來的是位在江陵的魚鍋村烤魚-這些啊江陵表我雖然都看不懂-但是我們就不符合的概念-隨便點了兩樣東西-然後你看滿滿一桌喔-還有一個雞給-這雙雞給嗎-雞裡-雞裡鍋-然後還有最重點的就是烤魚-有名的海鮮烤魚-來到海邊這邊就是要愛吃那個-海鮮啊- -距 are about seven year old海鮮。-看一下我們現在的 - balances, shake it -舀一下就好了-shake it -讓番 Ocean and then nuestra壤鶴子留在碗裏面就好了 -er do it -到了將近三小時的巴士-來到江陵的豬文精 -一下車當然先來天保肚子啊-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來嘗試這邊的海鮮喔-烤魚真的很好吃呢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的就是位在柱文晶的拍攝鬼怪的防潑堤 我們在柱文晶的拍攝製片 剛才來的柱文晶的拍攝 你 energy me are in my mind 沒有,我有個字who � Mandarin 你好朋友,我是Doketee 那麼,召喚完了鬼怪之後 我們要往下一站出發囉 歡迎來到吳祖軒 吳祖軒因無邊片子聲色阻止而聞名 是朝鮮時代大學者利古里爾 與其母聲勢潤堂的故居 也是江陵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古蹟喔 那吳祖軒這個地方呢 據說是聲勢潤堂的拍攝地 所以這邊有 李英愛真宋承縣的簽名還有手印喔 聲勢潤堂與其子利古里爾 在韓國文學上都有重大的貢獻 因此也分別成為了韓幣五萬元 與五千元上的代表人物 所以來到江陵 不妨來這裡走走 參觀這些文物古蹟吧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江門海邊 這邊有非常寬闊的海景 來到江門海邊 以美麗的大海為背景 情侶們來這裡散散步浪漫一下 朋友們來這裡拍拍照 假掰一下 一起製造美好的回憶吧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去的是爆川藝術谷 現在我們就要帶大家去搭纜車囉 現在我們就要帶大家去搭纜車囉 爆川藝術谷原本為廢棄的花岡眼彩市場 在2009年的時候 成為了韓國手作環境 再利用的複合性文化藝術空間 如果要直接到達著名的景點天柱湖 建議可以直接搭乘纜車前往喔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爆川藝術谷很有名的天柱湖 這邊有拍過藍色海洋的傳說 還有步步驚心地都在這邊拍的喔 你們看 集中是不錯的 我沒有去遇見 你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這是你的愛 運命 小記者那不像樣的穿越劇就讓他過去吧 我們要繼續往前走囉 包穿藝術谷可不是只有天柱湖而已喔 還有階梯很多的天空花園 藝術品很多的雕刻公園 以及可以學習又可以玩樂的天文科學館喔 接著我們就簡單的帶大家去看看吧 那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的是位在包穿的香草樂園島 好 那麼進去之前要先爬一段非常長的波喔 那我們就進去吧 歐欺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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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草島樂園市座以生活裡的香草 為主題的觀光農場也是住家村 裡面充滿了歐式建築 Running Man 和許多韓劇都有來這邊取景過喔 香草島樂園裡面有許多主題式的體驗區喔 像是孩子們很喜歡的恐龍村 或者是充滿懷舊風情的回憶之路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韓劇1994裡面大盡的房間喔 除此之外 既然是觀光農場 當然不能出過這裡的植物園 香草博物館囉 你看一大片的薰荫草田是不是非常的美麗啊 而且這邊還有迷你動物園 可以讓孩子們與動物近距離的接觸 真的很適合親子一起來這邊遊玩喔 最好到了夜晚還有香草島樂園的燈光童話節 無數的燈光交織出美麗又浪漫的夜景 也非常適合情侶來這邊約會喔 嗨 那我們今天最後一站就是要帶大家來到 喬村炸雞神話店 蝦鷹這間喬村炸雞最早是由神話六位成員所投資的 雖然後來已經沒有繼續投資了 雖然喬村炸雞的代言人也早換人了 但是店內仍然擺放了神話六人的首映以及海報 身為神話的粉絲有機會當然要去朝聖一下囉 小記者這次來韓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來看演唱會 現場除了有粉絲的舞蹈應援 還有韓國很有特色的米花蘭應援喔 米花蘭應援最早起源於2007年8月神話成員 深惠心的個人演唱會 一般的花蘭在活動結束後就沒有價值了 而米花蘭在活動之後就捐贈給有需要的人 既可以傳達對偶像的心意也可以做善事 真是一舉二得呢 這次小記者的韓國之旅就到這邊結束囉 最後就用幕後花絮來跟大家say bye bye囉 好棒喔 寂寞唱歌 耶 好棒喔 一張呻哲 嗨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